来 王强 你不能过来的 许昕不能看见你 看见你会受刺激的 你 你怎么要找过来的 王强 我问你 陆远山的为人 你不是不知道吗 你怎么就这么着急 把紫辰往他身边推啊 我没有 没有 他出钱你也要 你骨头就这么软呢 我窝囊 我没钱 可是 我不能让许昕 一辈子都这样了 我 我要他好起来 你怎么就不为紫辰想想呢 好 来 冯总 辽养院的事查得怎么样了 查不到 辽养院的信息保密特别严格 你不相信王强的话吗 我不是不相信 我是觉得这事特别蹊跷 想弄明白 我觉得吧 这只要阿姨的病治好了 就是好事 对啊 所以查不查也没什么意思嘛 就是啊 看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你去吧 站住 出来 夏图 你怎么了 你疯了 陆远山 你要不要脸呢 你怎么跟我保证呢 你 我是向你保证过 不再积极自成 严格地来说 我没有失言呢 你把许晴安置在辽养院 你心里怎么想的 你以为我不清楚吗 我们都在内蒙古生活 也算是老朋友吧 我不想看着老朋友 去受那个苦 帮帮他们有什么问题 你说得比唱得太好听 我警告你了 以后我们家的事 你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王强和许晴什么时候 变成你家人了 你要是真把他们当家人 你会逼他们夫妻 逼到这种地步吗 你老拿着美娜当上方保健 做事不留一点余地 他们两个是做错的 可是你给过他们机会吗 你不让我接近紫诚 口口声声说 要减少对紫诚的伤害 但其实 你就是伤害紫诚的罪魁祸首 陆远山 我告诉你 你以为说了这些 就能抹平你干的那些坏事吗 我告诉你 美娜在天之神正看着 看着又怎么样 难道我就不可以 有改过的机会吗 对 你不配 配不配 不是你说了算 沙徒 我告诉你 小娜和紫诚都是我的孩子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让他们认我这父亲 你敢 你打吧 你不就是一个只会打人的野蛮人吗 我说什么刺激你了 你害怕了 害怕孩子会离开你是不是 不是 你妄想吧你 我不会放弃的 这儿子我认定了 发票已经给过你们了 可是没收到啊 那我再查一下底灯 许晴 发票抬头是远山集团 对吧 你看 发票已经给过你们了 我们备注过的 陆远生 怎么回事 紫诚 你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看 这是咱们认识的那个陆总吗 这 这 肯定是文静 肯定是文静想帮你 又怕你不愿意接受 所以用他爸的名义来交钱啊 你现在就不会知道了这样 肯定是这样的 文静倒是说过这样的话 那也没道理啊 我能查到他爸爸的名字 很容易想到就是他呀 哎呀 你想这些干吗呀 肯定是文静那丫头 脑子少跟鸡 想得不够周全吗 你说你这脑袋瓜子 算计人家 对人家可不公平啊 好了好了 走吧 看看你妈去 走啊 家里挺好的 你不用惦记 过两天啊 我给你带两只大闸蟹过来 你最喜欢吃了 你也快过生日了 你还可以吃了 我只是在里面 你已经在里面 那路上 我给你带我拉下 他会送她 乖到我了 这只大闸蟹 你会先带我 你多振一下 你让我带我去 紫诚 紫诚就是有出息 这是我们家紫诚 他特别贵 他学习可好了 什么都会 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能不能给我设计一个柜子 好的 没问题 日后我把这柜子里喝点酒啊 饮料什么的 这样顾客一进门就一目了然的 好的 没问题 好吧 这个沙头 沙伟姐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 行 我来个客人 好的 好的 热火朝天哪 哎呀 你怎么会跑到我这来呢 是啊 我听说你装心 我就过来看看了呗 哎 你说咱们老知情点啊 现在还有几个人联系啊 你的事我能不惦记吗 啊 不错呀 红火 哈哈 你俩有事啊 是啊 我想找你陪我去看一趟许琴 我听冯冯说他病了还挺严重的 你说许琴这个人呐 做的那个事让人恨的 这牙根之痒 但是现在这个样子吧 又让人觉得挺可怜 沈美剑 有时候我都在想啊 他生这个病是不是因为我的原因才 沙头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啊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 总是把别人的错误都揽到自己身上去 什么都跟你有责任 他如今这个病 就是当年的那个因 我不这么说 好像是我在揍人家不合适 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沈陀 这件事跟你绝对没有关系 是 沈美剑 我现在是越来越想不明白了 你说我这个人做事吧 答应人家的事情 我肯定要去做 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人说 说我这人不通人情的呢 沈陀 无论别人说什么 你在我姚山梅的眼里 永远是顶天立地的汉子 别人那么说 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为自己的错误 承担责任 你坚信你自己 没错的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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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在这儿想这些问题了 陪我去看看许晴 好 你去换个衣服啊 赶紧等我一会儿 那什么 那个 你叫那个那个人 赶紧把那个刚才说的那个事 你再你再扫一遍啊